在這個領域要說真話 是不是這麼難 而且未來會不會有更多的這種吹哨者出現呢 其實一定程度上是比較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對做病毒學的人 你做很多病毒突變 有時候會覺得習以為常 因為這個分子生物學 分子病毒學方面 經常對病毒做各種各樣的突變 有時候你會在這個行業做久了 你有點麻木 反正就是做各種突變 對不對 但是你一旦如果真的良心在那兒 你就想 比如說真的是很危險的病毒 我做的是gain of function study的話 你也許會拉一個紅線 知道自己不要碰這種事情 但是有的情況下 在這一行業裡面的人 確實也是特別希望發表很好的文章 我有非常接觸的這個研究結果 對吧 有時候也是被這個利益驅動嘛 科學家不是聖人 科學家很多情況下是幹壞事的人 對不對 所以一旦被利益驅動的話 很多科學家也會幹這種事情嘛 所以就是說 有時候是被利益驅動 它去做這種事情 那有的時候是上市的壓力 反正是上市的project 我是一個研究員 我是一個博士學員 那我不得不做 所以這種情況下 很多人是很難出來說 我的老闆做了一個違反人類道德的事情 或者是說 我們老闆的項目 比如說他沒有通過這個BioEsic 這個道德委員會的審批 他就自己做下去了 對不對 像這種威懾不落是挺難的 而且像這種領域 你一般都是欠得到一個大的資金 才能做這些實驗 你如果爆料了 不僅老闆可能面臨問題 你整個實驗室 其他人的這個工作生計都受到影響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會有壓力 我到底敢不敢爆料 是不是會影響到一片人嘛 所以也是有這個問題的 但是呢 我覺得難得就在這裏 就是說這個 嚴厲門博士 他其實是看到這個疫情對整個全球的危害 所以這兩個人其實承擔的責任是非常大的 那包括當然中國官員 這種隱瞞更是最大惡極可以說 因為你害了幾十萬人 至少在美國就死了 對不對 這麼多 十幾萬人了 全球就更多了 所以你這個責任是無法逃避的一件事情 那他嚴厲門博士有這樣的勇氣 敢於冒這麼大的風險把這事情講出來 那這個本身就是非常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而一般的病毒學家你做久了 真的可能自己就是現在這樣的所謂的科學研究中 甚至覺得我還追求對這個病毒有更深的理解 就是現在的其中忘記了這個Bioethic 所以這方面其實在科學領域經常 雖然經常做這樣的這個所謂的培訓 要對他注意這個Bioethic 但是在實際過程中經常是被忽略的 那如果在中國那種環境下 如果有政治壓力那就更難了 你比如說大家都知道 嚴學生當年就生吹牛 對不對 拿科學證據來說這個可以謀產萬斤 那是明明確知道是謊言 他也在殺 那你現在就算是鍾南山 鍾南山說他1月23號到了武漢 逛了不到兩個小時就能確定這是人傳人 那他其實也是撒謊了 對不對 他肯定去之前就知道了嘛 去武漢只不過走個過場 然後就說我知道這個武漢已經發現人傳人了嘛 所以這些其實很多科學家他是在政治壓力上 但也許不得不違心做一些事情 有的時候是利益的驅動 有的科學家他自己有這個公司 什麼蓮花清溫膠囊是他的利益產業 有的人開這個是疫苗公司 這是他的利益產業 所以他做的研究要支持這個研究項目 有的說法說我說蓮花清溫膠囊廣佑 那是為了他的公司多賣錢 所以你不要說科學家就一定是怎麼樣的聖人 不是的嘛 很多人都是為了利益驅動做這樣的事情的 那還有一些人比如說像 大家說的就關注很多的 比如說武漢病毒所的石正麗的博士 他騙了好多次呢 我可以說他騙幾次 他在2013年出了一篇報導 這一篇報導是講在雲南昆明附近 有一個廢棄的銅礦 這個廢棄銅礦裡面呢 當時死了幾個挖礦的工人 他們在清掃一些蝙蝠糞便的時候呢 遭到感染了 那總共有6個人被感染 其中3個人死亡 那當時就發現有一個病毒株就很類似SARS 而且他們還分離到這個病毒 這個病毒名稱就叫做Betcovid-4991 但是呢這篇文章發表出來以後呢 他們只提了這個蝙蝠病毒的 他們根本不提了6個人被感染的事情 而這個6個人感染的事情 是在另外兩個研究生的論文裡面提到的 而他真正有份量的這個報告 他不提這個事情 這很奇怪對不對 因為你本來去那個研究 就是因為這麼一個重大的一個感染的事件 而且是跟SARS相關的事件 你卻不在報導中提 你本身就是刻意隱瞞了這個事情 然後到了這個今年年初 它重量級的Nature的文章 提到了這個有一個蝙蝠的病毒株 叫RIT-13 對吧 跟這個SARS-CoV-2 跟這個中共病毒的序列 有96.2%的相似性 但這個病毒的本身其實 就是當初這個2012年 它在昆明分離到這個病毒 只是換了一個名字而已 那它為什麼不承認這個病毒 就是當初這個病毒呢 而且它的文章論文中也說 就是找到了部分的這個建議序列 跟某個蝙蝠病毒株很相似 然後就說我就發現了這個病毒株 完全不提當初這個蝙蝠病毒 在2012年是怎麼發現的 所以這本身也是三個 對不對 而且在它的實驗室裡面 他們從 就按照武漢病毒所自己本身的說法 他們從12月30號收到這個樣品以後 到不出三天就分離出了這個病毒 這個本身也是很操長的一個事情了 所以我在懷疑他們實際上就是 如果按正常的這個基因測序 要比較嚴謹的完整的 首先分離住病毒 然後再測序的話 你至少要一周的時間 三天內是做不出來的 所以實際上他們肯定在12月30號以前 就是拿到樣品的了 所以他這本身也是撒謊 然後武漢病毒所的這個 王元毅教授也是撒謊 他最近應該是一兩個月前 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他就說武漢病毒所 我們沒有太多的病毒株 總共只有幾顆病毒株 那不是開玩笑嗎 這是巨大的撒謊 因為武漢病毒所 在全中國都是頂尖的這個病毒所 怎麼可能只有三個病毒株呢 而且他們實際上去了那麼多攤的雲南啊 廣東啊 收集這麼多的病毒株 做一個頂尖的病毒株 怎麼可能只有三個病毒株呢 這個是不是完全就是撒謊嘛 對吧 所以就是說 其實這些科學家方方面面都在騙 大部分是為了騙中國老百姓 對吧 然後騙你說這個病毒 可能是蝙蝠傳播來的 然後後來這個沒有辦法 語言的太好嘛 後來就變出那個穿山甲 穿山甲那個故事是怎麼來的呢 實際上是軍方的人 拿了穿山甲的這個樣品 找廣東的人去撤 所以剛開始當時爆料這個新聞的時候 是有軍方的人在現場在參加記者招待會的 可是到後來發表文章的時候 所有軍方的信息全部隱藏掉了 所以怕人家想想到軍方在做這些研究 但實際上中國的軍方就是在做冠狀病毒的研究嘛 而且很可能是在做Gain of Function 就是獲得性功能的這種研究嘛 所以這裡面是一個謊言 然後這個謊言有不同的謊言 一起騙大眾 一會兒讓你想這是蝙蝠傳染的 一會兒讓你想這是傳染者傳染的 至於說這病毒是不是實驗室洩漏了 沒有人敢談 至於說人工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很多謊言都堆在一起 所以一般老百姓不知道真相 是